8月10日,异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9人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创谋期诈罪 被香港警方拘捕 10日上午7时许 警员抵达黎智英位于何文田家道里道的寓所搜证 期间有律师进入大宅 约9点半,黎智英反手戴上手铐 被警方从寓所带出 乘坐警方7人车送往九龙城金属接受调查 上午9时45分 数百名军装警员抵达异传媒大楼 展开搜查,检举证务行动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贵华表示 警方已将法庭首令展示给相关负责人查阅 并表示搜查过程顺利 希望尽早完成工作 不妨碍传媒机构运作 今晨我们约大约是9点45分的时候 我们就和刑事部的同事 和军装部的同事 就在此持法庭首令 就进行了一个搜查 和检取证务的行动 和平时有些不同的就是 我先讲讲程序给大家听 首先我们领我们的首令 展示给当时的负责人看 因为我们今次 因为是一间大家都知道 是一间传媒机构 我们恐防里面是会有一些新闻材料 可能是会牵涉其中 所以我和警司都在做了一个初步的审查 主要的目的就是看哪些单位 哪些部门我们是不可以去搜的 例如是编採 例如是记者那些 可能有很大机会 有新闻材料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那里搜查了 搜查完之后 跟着我们才开始分配工作 给我们的同事进行处理的 我们的首令现在 我们就放在里面 因为我们是方便 是这间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法律代表 是作为一个检查之用的 现在我可以说 我们的搜查的过程 都是叫做顺利的 我们希望尽早完成 不要阻止传媒机构的运作